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24课 也就是lesson twenty four beauty 美 题目叫美 文章更美 这个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书声词和短语 打开书138页 先把声词短语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Now read after me Intense Intense Aesthetic Aesthetic Realm Realm Serenity Serenity Undeniable Undeniable Indefinable Indefinable Vulgar Vulgar Readings Readings Intimation Intimation Unutterable Unutterable Invest Invest 好 这是这个书的声词和短语 那么按照惯例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书的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咱们就看一看这个感觉或者是感情方面强烈的大声再读一遍 Intense Intense 再来遍 Intense 它可以表示感觉或者是感情方面强烈的 感觉感情都行 先看表示感觉 你比如说 Intense heat 这个叫做酷热强烈的热 Intense cold 严寒 强烈的冷 Intense pain 剧痛 强烈的疼痛 这是感觉方面 都可以用Intense 但你发现这个中英文对比中文完胜 中文表达更丰富 你看 酷热 严寒 剧痛 齐痒 这中文表达更丰富 英语中Intense就好了 这是感觉 感情也行 比如说Intense love 强烈的爱 Intense hatred 强烈的憎恨 Intense suffering 强烈的痛苦 这个感觉或感情方面都行 注意一个变细 它的一个容易搞混的词 叫做Intensive 这个就把异曲调变成IVE 结类 也是形容词 但这个词强烈 活动等等 密集的 而不是强烈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Intensive Intensive 看些例子 比如说 An intensive English course 一个高强度的英语课程 像函数家 新东方的培训班 往往就是Intensive 密度特别大 一天上很多课 再比如说 Two weeks of intensive negotiations 两周密集的谈判 安排的日程特别紧凑 一天要谈判很多场 再比如说 Intensive reading 咱们叫经读 咱们我们讲 新概念三册四册 李老师讲的都是经读课 把知识点 每个地方 掰开揉碎 讲详细 这是知识点 很密集 经读 反译搭配 叫extensive reading 叫贩读 extensive 叫广泛的 广阔的 泛泛的 贩读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活动等等 密集的 这个Intensive 经常构成一些 复合形式 你比如说 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Labor用的是美式品写 英式就 O2 叫Labor 就好了 再比如说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y 资金密集型产业 Capital 资本 本金 还有 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y 技术密集型产业 还有像 Knowledge Intensive Industry 叫知识密集型产业 等等等等 总之 这个跟intense 做个辩析 就好了 这个词 跟老师 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本义 表示王国相当于Kindom 派生意用的多 叫做范围 范畴 或领域 大声读两遍 realm 再来一遍 realm 它的本义 是比较文艺 那个词 相当于Kindom 某一个王国 派生意用的多 范围 范畴 领域 这个意思咱们要当重点来看 它表示范围 范畴 领域 是一个比较文气的一个词汇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the realm of literature 文学领域 或文学界 the realm of science 科技领域 或科学界 对吧 同样用形容词修饰也行 the political realm 政界 政治领域 政坛 the military realm 军事领域 军界 对吧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指这个范围 范畴领域 那么还有一些哲学术语 也来自于它 比如说咱们 像著名的 the realm of necessity 还有the realm of freedom 必然亡国和自由亡国 这来自于Kindom的本意了 必然亡国是指 人类在掌握自然规律之前 要听从大自然的支配 自由亡国是人类掌握了自然规律之后 可以改造大自然了 对吧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的 向别人亡国 向自由亡国进步的这么一个历史 停止的观点 悲观的论点 无所作为的论点 教子满的论点 都是错的 当然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毛主席说的 咱们看看毛主席这句话 怎么翻译成英文 人类的历史就是个不断的 从别人亡国 向自由亡国发展的历史 停止的论点 悲观的论点 无所作为的论点 和教子满的论点 都是错误的 咱们看看英语怎么说 人类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mankind 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 It's one dead history One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从哪呢 From the realm of necessity to the realm of freedom 从别人亡国 向自由亡国发展的历史 不断的掌握自然规律 改造大自然 我们说了 Ideas观点什么呢 of stagnation 停止不嫌 停止不动 Pessimism 就是悲观 悲观主义 Inertia Inertia表示 惰性拒绝行动 就是无所作为的论点 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词 Inertia Inertia 惰性拒绝行动 还有骄傲自然 Complacency 形容词 大家可能更属于 Complacent C-O-M-P-L-A-C-E-N-T 名词 把T去掉 换成CY就好了 读一下骄傲 这个名词 Complacency Complacency 好 你看 停止的观点 悲观的论点 无所作为的论点 和骄傲自然的论点 通通都是错的 这是realm这个词 本意 是王国 派生意 可以表示范围领域 跟它类似的 还有好多 表示范围领域的 替换词特别多 同样 先看一个 比较文言的书面语 就是domain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omain domain 这个词 也可以表示范围领域 它的本意 表示贵族的领土 就分封会贵族的领土 它有边界 所以派生意 范围领域 更合适 比如说 The political domain 政治领域 政界 就相当于The political realm 也行 或者我们用 Offin来修士也行 The domain of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学领域 用它 也完全可以 这个两个词 比较文言 就是domain和real 比较文气 生活中比较通俗的词 表示领域的 还有好多 你比如像field area world 是能三册讲的sphere sphere这个词本意叫球体 立体的三维 这个球 球体 里边有外边 所以也是范围领域 也很合适 前面什么田地 地区 世界都是有边界的 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The field of politics 政治领域 The world of art 艺术界 艺术领域 The area of education 教育领域 教育界 同样的 The diplomatic sphere 叫做外交领域 The ideological sphere 叫思想领域 思想界 来自于名词 ideology 思想体系 外交领域 思想领域 都可以用 这些词 这是范围 范畴领域 作为一个重要的总结 这个词 跟老师 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静谧 宁静 安详 这是个优美的书面语 跟老师大声 再读一遍 Serenity Serenity 宁静 静谧 安详 指人 指事物都行 它来自于 它的同重要的形容词 叫Seren 一听的翻译 就特别安静 它跟Plecid Tranquil 都是文言的书面语 指人 指事物都行 静谧的 宁静的 安详的 文静的 都行 我们大声 一一来读一下 Read at me Seren Seren Plecid Plecid Tranquil Tranquil 指人 指事物都行 你比方说 A Serene Summer Night 宁静的 夏夜 A Placid Pond 宁静的 小池塘 A Tranquil Little Village 一个宁静的 小村子 三个里边 这个形容词 可以替换 这指事物 指人 也行 文静的 安详的 镇静的 都行 你像 A Tranquil Smile 或Girl 一个 安详的 微笑 一个文静的 女孩 当然一个 换成 Seren 或Plecid 指人 指事物 都行 那么这是 文静的 还有一个就是 使某人 镇静下来 这也是考试 重点词了 先看动词形式 这个咱们以前见过 用Compose 或Collect 后面几物动词 后面加反正代词 就令某人 镇静下来 一开始惊慌 镇静下来 我们知道 Compose 本来可以组成了 一个整体 Collect 收集到一块 这也好理解 人一惊慌 好像三魂六峭 都出了峭了 把它一个一个 动回来 在噎的脑子里面去 这不镇静下来吗 三魂七魄 或三魂六魄 都有可能 把它弄回来 就镇静下来了 比如说 他深呼吸了一口 让自己平静下来 当然 形容词形式 直接用平静的 镇定自若的 用两个过去分词 就可以了 当形容词 大声来读一下 镇静自若的 Composed Collected 非常好记 你比如说 He appeared composed Despite the stress 尽管有压力 但他表现得很镇静 可以这么说 那Collected也一样 再比如说 He tried to stay cool calm and collected 这三个词 其实近一词 Cool和calm 其实也是 镇静不惊慌的 他试图努力 保持镇静 就好了 这都是跟静相关 但是他的名词形式 镇静平静 不能用Collection Collection是收藏 或者藏品 名词应该用 Composed 这个名词 就是人的镇静自若 不慌张 像保持镇定 保持镇静 Keep or maintain Once Composed 同样的 这个恢复了镇静 Restore Recover 或者Regain Once Composed 就是跟这个静相关的几个词 放在一块 给他记住 就好了 好 这个词 跟老师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难以形容的 不可名状的 难以下定义的 就很难用语言去表达和形容了 大声来读一下 Indefinable Indefinable 这个词特别好记 就来自动词 Define Define Define不是定义的意思 下定义吗 In是否定字头 不 ABLE是可以 不可以下定义的 难以形容的 不可名状的 就好记了 对吧 比如说 Indefinable sadness 难以形容 不可名状的 悲伤 尘埃入骨 无法形容了 对吧 And Indefinable air of mystery 这里有一种 不可名状的 难以形容的 神秘兮兮的气氛 难以形容的 可以用它 无法表达难以形容 有许许多多 类似的形式 比如说 Expressible 也行 注意这个前面 Ion 还是否定字头 当然有的时候是 You win 这没有规律 见一个 记一个 后面同样可以什么的 ABLE IBLE 这也没准 见一个记一个就好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个 连读到一块 inexpressible inexpressible 无法形容的 难以形容的 比如说 inexpressible gratitude 难以表达的 无法形容的 感激之情 还可以用 indescribable 更好记了 describe 不是描述吗 expressible 表达吗 都很好记 再读一下 indescribable indescribable 含义其实类似 也是表示 难以形容 不可名状的 indescribable beauty 难以形容的 美丽 对吧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再来 unspeakable 更好记 speakable说 一问是否定字头 ABL是可以 难以说出的 比如说 unspeakable cruelty 难以形容的 不可名状的 残酷 残忍 还有像 ineffable 也是这个意思 这里面 大家出现一个 字根了 efff 这个放在一块 还是表示speak 说话的意思 不能说出的 难以形容的 我们再读一下 ineffable 你比如说 ineffable longing 难以形容的 可望之情 还有一个 生词里面 会出现的 ineffable 也是表示 难以表达的 难以形容 难以说出口的 utter 我们说过 二十三个讲词 可以表示说 我用声带 发出声音 都可以用它 那无法说出的 语问否定 叫ABLE 好读 答上来 unutterable 它来自动词 utter 我们二十三个讲 utter 这个形容词 还可以完全的 彻底的 刚刚讲过 对吧 好 我们先看几个utter的例子 它表示人说话 或声带发声 she didn't utter a word during the dinner 晚饭期间 这个女孩 一语未发 一个字都没说 那发声音也行 但一定是 人的声带发声音 比如说 utter a cry 发出叫喊声 utter a groan 发出声音声 都行 人说话 不用声带发声 可以用它 那unutterable 就无法说出的 比如说 unutterable beauty 难以形容的美丽 上面几个形容词 是可以替换的 好 这个词 葛老师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复杂的词汇 暗示 我们跟老师大声 先读一遍 这个书面语 intimation intimation 对某人某事物的暗示 它的动词用的多多多 就是把后面 tion 换成te 这个动词字根 大声里面 intimate intimate ate 在动词里面 一般都多ate 这个声音 什么意思呢 to tell somebody something in an indirect way 用不直接的方式 告诉某人某事 就是暗示 这个词后面加名词 加宾语从句 都可以 咱们分别看一看 比如说 he has intimated his intention to resign 这是名词端语做宾语了 他已经暗示了 他要辞职的这个想法 这个意图 这个意愿 或者我们用宾语从解形 he has intimated 接到这 that he intends to resign 他已经暗示过了 他打算要辞职 都行 intimate 后面加名词 或者避语从句 都是正确的 这是表示暗示 他的名词形式 就是te 换成tion 再读一遍 intimation intimation 这是暗示 那么跟他有好多的行进词 咱们先做一些行进词的辩析 intimate 暗示 名词是intimation 模仿 imitate 名词是imitation 恐吓 胁迫 动词是intimidate 名词intimidation 我们分别读一下 先读动词后读名词 先读第一个 这个暗示 打出来没 intimate 名词 名词 imitate imitate imitation intimidate intimidation 这个 阴结文字 确实容易把它弄回 这是行进词 分别是暗示 模仿 和恐吓 胁迫 这是行进词 再看同形词 有一个词 形容词 跟这个暗示的动词翻译一样 就亲密的 亲密无间的 注意在形容词里面 at 不同的at 动的at at 一带而过 在那边 intimate intimate 动词是intimate 形容词是intimate intimate 亲密的 亲密无间的 intimate friends 自由 注意这个词 没有比较去最高级了 本身就是最高级的含义了 最亲密的朋友 intimate atmosphere 亲密的气氛 就是在家咖啡厅里 光线暗淡 音乐暧昧 这种亲密的气氛 intimate 可以这么来说 但是过于亲密 特别是疫情之间过于亲密 毛毛就跟性有关系了 所以这个词也是 维婉的表达 或者性 性方面的 但是sex 一般不好意思说 性 不好意思说 用这个维婉表达 这是柔软的语言了 你比如说 intimate contact 这个不翻译成亲密的接触 就是我们俗称性接触 再比如说 你看 the disease can be transmitted through intimate contact 这种疾病 可能会通过性接触来传播 这个是个维婉表达 再比如说 be intimate with somebody 这是维婉表达 叫与某人发生了性关系 你要真正有 have sex with somebody 这不好意思这么说 be intimate with 叫与某人有性关系 这是intimate 它的形式形式 但是它的名词形式 是intimacy 亲密 亲密无间 不是intimation了 我们再读一下名词 intimacy intimacy 我们又看了一个intimate 它的同行的一个形式 下面最后看同一词 表示暗示 都有哪些类似表达呢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suggest 名词suggestion 暗示 imply 名词implication 暗示 这个大家很熟悉 还有像hint 暗示 名词还是hint 还有比较文艳的词汇 insiluate 这个未来到了 这个四十六课 咱们会讲到 名词是insiluation 暗示 都行 我们分别 这个读一下 这就是 先读动词 再读名词 先读第一组 suggest suggestion imply implication hint 注意不要读hint 不是发e 而发e en 在里面 hint 名词还是hint 动词insiluate 名词insiluation 这表示暗示的 它的相关的行进字 同行词 还有同义词 放在一块 总结住就好了 这个词我们看到这儿 这个书最后一个 比较重点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非常讨厌的多义词 invest 本义表示投资 派生意 可不可以投入什么东西 本文中是重要的书面语 叫负语 但表示负语的机搭配 我们先读一下这次 invest invest 大家都知道 第一意思表示投资 什么在某方面投资为赚钱 后面一般跟in搭配 比如说 he invested all his money in stocks and bonds 他把他所有钱投入到了股票和债券之中去 bond是债券 invest跟in搭配 派生意是投入 不一定是钱了 什么时间 精力 情感 也行 他还是跟in搭配 比如说 he invests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in taking care of his elderly parents elderly是上年纪的 他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亲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invest跟in搭配 把前者投入到后者里面去 这是投入 那么invest 派生意呢 还可以表示赋予 这是非常文艳的表达了 但注意搭配 表示赋予搭配是invest somebody or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把后者这个东西赋予给前面这个人或事物 但这个赋予一般是后天的 不是先天的 后天赋予的 看list 先看人 being a model investor with a certain glamour 作为一个motor 给他赋予了某种独特的魅力 glamour叫超人的魅力 魅力 给女孩赋予了某种魅力 但是模特身份比较特殊 再比如说给某个地点赋予某个地方 某个东西赋予 你看 the crimes committed there invested the place with an air of mystery and gloom 在那里发生那些罪案 committed there 或者那里修饰这个crimes 给这个地点赋予了某种阴森诡秘的气氛 mystery 神秘 gloom 这个昏暗不明 赋予了阴森诡秘的气氛 把后面这个东西赋予给前面的人或事物 表示这个含义invest 非常温气 但是赋予我们在23课刚讲过一个 天生就给他 天生就有 这个答案叫endow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把后面的东西给前者 强调这个人天生就具备 she was endowed with the beauty of Helen of Troy and the tongue of a fishwife 这个女孩子被赋予了特律一层海伦的美貌 特律一层海伦是著名大美女了 像中国西施貂蝉一样 但是却被赋予了一个泼妇的舌头 fishwife是泼妇的意思 你看天生就具备这个特征 把后者赋予给前面这个人 这是赋予 这两个可以同时进入 但因道强的天生就有 天生具备这个特征 好 这两个搭配都是把后者赋予给前者 我们还有同样是文件搭配 叫做把前者赋予给后者 比如说我们用land或者impart 也是书面于something to something 把前者给予了后者 注意前后一般都是事物 这是抽象的事物 前者给予后者 比如说 The presence of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lent who imparted a certain dignity to the ceremony Royal family就王室成员了 王室成员的历龄就出席到场了 给这个聚会赋予了某种尊贵的这种感觉 赋予了某种尊贵的感觉 我王来了 女王来了 把前者赋予给后者 land 一般过来就是land impart規则动词加ed就好了 把前者赋予给后者 一般是抽象的含义 你看我们在直而易的写作中 argument这个文章里面 也经常用这么一个句型 你看他怎么说 The main fact that 我们加同意总结 仅仅这个事实 我们写同意总结 怎么样呢 does not lend substantial support to the conclusion 仅仅这个事实 并不能给予这个结论 以充分的知识 把知识给予后者 前者给予后者 用它也行 这是注意 把事物给予了 事物 还有一个负语 是给予 把前者这个东西给予后者这个人 注意前面是东西 后面是人了 你多讨厌 这个搭配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extend 注意不要读extend 要浊化 后面声带又震动起来 在那边 extend extend 把前面这个东西给予了后面这个人 一般都是什么 欢迎啊 什么什么什么款待啊 什么什么热情啊 给予某人 你看比如说看例子 extend hospitality to overseas students 向海外的学生 给予热情的款待 这个hospitality 可以比如说好客 或者款待 把前面的东西给予后面的人 再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完整的句子 让我们一起向来宾质疑热烈的欢迎 Let's all extend a warm welcome to our visitors Let's all extend a warm welcome to our visitors 把前面这个东西给予后面这个人 这是表示赋予几个精彩表达 老师总结完之后 希望大家背下来 不是看一遍就完了 我们这个视频跟看连续剧不一样 看连续剧就没有必要看李老师了 咱们李老师可能英语方面有点小的学问 但是长相实在对不起大家 我们看这些偶像剧就好了 跟李老师咱们学知识 要把它记住 否则就走马观花 学完之后都还给我了 希望大家把这些重要搭配 一些知识点牢牢记住 死死的把它掌握下站 背起来才不枉讲这么一场 24个声速短语 李曾老师就学到这里 好似乎 明镜需要博物鑽 明镜需要您的带促 特别诃